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县长表示长者的生活智慧是值得学习与传承 而今年花莲县今年敬老礼金也将提高 100岁以上的人瑞是1万元 同时也感谢村里长在重阳节的前后来发放敬老金 更感谢村里领长在防疫期间是全力的协助花莲县政府 让长者施打疫苗获得最好的保护 在重阳节的前夕县长许仁慧慧慧问了各乡镇的人瑞 并和长者拥抱寒暄 5号下午在简安乡长游淑珍的陪同之下 特地来到98岁仁瑞胡锡阿波的住家并寒暄之意 同时赠送敬老金 一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尤其是我们的长者在现在这个社会 第一个他的智慧的经验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指导和传承 那在今年花莲县政府特别 我们对近老年纪的目光也有提高 分别是在100岁以上的人瑞是1万块钱的近老金 另外90到99岁是5千块的近老金 85岁到89岁是3千块的近老金 那我要谢谢我们要透过各项镇公所村里长来协助 来在这个近老前后来这个发放 搬给我们的这个长者 那在这里我也要谢谢我们村里领长 在这一段疫情的期间 无论是长者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的注射 无论是通知单的发放 我们真的要谢谢村里领长全力的协助 让我们长者得到最好的最好的这个保护 徐县长在重阳节前夕关心每位长辈 并表示花莲是长者最适宜居住的生活环境 他叮咛长辈们多走出户外活落筋骨 享受最干净的空气和阳光 也祝福花莲县所有长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记者林杰 杰安湘采访报道